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战全胜夺冠 成功将世界排名提升到第34位 不仅创造职业生涯最高排名记录 同时他还超越张帅排名成为中国新一节 在武汉网球公开赛的首轮比赛 持爱卡出战的王强一总比分2比0横扫上竞赛会四强选手马利亚扎卡里 展现出极为不缩的竞技状态 如今在武汉赛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 王强迎来与前世界第一杰克名将普利斯科娃的对雷 而后者在此前的日本东京赛决赛当中 强势横扫星科美网冠军日本一截到把奥奥尼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 王强过往生涯与普利斯科娃有过一次交锋 即去年的武汉赛王强 以0-2被对手横扫出局 普利斯科娃过去23次与中国金华球员交锋 好取21胜二负的优质战绩堪称决 队的金华杀手 输掉的两场分别是输给李娜与鹏帅的一场 且该两场失利均是来自2014年 不过在本场女单次轮的侠鹿相逢对决当中 王强延续近期的火爆状态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疯狂破发 将速入发球机器 支撑的普利斯科娃给侧底打猛 王强在手盘比赛仅仅只让普利斯科娃爆发拿下一局 从而以6比1调打对手赢下手盘比赛 取得总比分1比0的领先优势 进入到第二盘比赛当中 双方在前两局互相破发成功打成一到一平 但之后王强遭遇普利斯科娃的疯狂反压制 并且一度连丢四局被调打 导致前六局以1比5落后普利斯科娃 王强在第七局爆发成功后 他请求医疗暂停 一度返回更衣室 并且之后还完成一次破发 却依然以三到六输掉第二盘 双方在前两盘也是打成一到一平 进入到决胜盘争夺当中 王强在前三局取得2比1领先后 再次申请了本场第二次医疗暂停 并且在场边接受了腿部按摩治疗 重回比赛后王强 第四局爆发成功取得3比1的领先优势 普利斯科娃连锚带破墙是追到3到3平 王强在第七局成功破发 并在第八局的疯狂拉锯战当中艰难爆发 而之后王强乘胜追击再度破发成功 从而另赢三局以6比3赢下决胜盘胜利 并且移送比分2比1立刻前世界第一的普利斯科娃晋级女单16强 至于另一位中国金花的代表球员 张帅在9月24日的中球之夜鸭烧登场 他以2比0淘汰幸运落败之赫尔科格 尤其是第二盘在2比5落后情况下 连营五局强势翻盘逆转迎球 从而完成职业生涯首次杀击武汉赛纽达16强撞举 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 只是张帅在今天与英国一截空塔打档出战女双 面对美国组合克里斯蒂安桑塔玛利亚的对来 张帅组合全场比赛完全不在状态 他们连续以2-6和1-6被对手吊打 两场比赛仅仅只赢了三局被打崩盘出局 文罪卧服升 练跑